那康哥怎麼看最近 藝人一直被逼表態的那種事情 其實我是最沒有立場講的 我主持費降很多 降一半嗎 差不多 中式是2016離開 現在重新回娘家 心情應該很 我剛剛機會難得啦 今天這個節目有跟冰冰姐 沒有耶 都是好朋友啦 也謝謝冰冰姐跳槽成功 那有些班底是從那邊過來 其實都是吧 直接挖腳 對啊 我沒有啦 這不是我決定的 這是他們投票說 不然叫康康來 因為他們投票說瓜哥嘛 憲哥嘛 因為我以前五、六個節目的時候 有時候五個有時候六個 有時候四個 有一次剩下三個的時候 我就問高大哥說 高大哥怎麼辦 我節目越來越少 他說沒關係 有一天你會 真的 現在很珍惜 現在越收入又再更好一點 以前不是五百萬嗎 越入 以前 對 大概維持十年了 主持費有比較漲滿 我主持費降很多 主要是要製作費 就管 就是要買那個版權 沒關係 因為真的 還是有別的地方有收入 那先把這個舞台贊助 我回去有跟我太太講 我說那個 主持費用好像 有一點不理想 我太太說 當然啦 人家如果有很多錢 人家就找胡瓜 找 憲哥 找瓜哥 找憲哥 怎麼會找你 這樣辦 差不多 沒事啊 外面那個活動降更多 因為你沒有降的話 你就是在家裡看小孩 你如果降了 你就可以去賺 小孩的學費 所以現在越入有比五十萬多吧 應該 差不多啦 現在孩子的教育 可以開始增加 哦 可能今年會增加 因為我兒子今年要念國中 他好像一年要 要四十幾 六十幾萬 那康哥怎麼看最近 藝人一直被逼表態的那些事情 其實我是最沒有立場講的 因為我太太是杭州姑娘 我要表態什麼都不對啊 我也其實 大陸也沒什麼市場 每一個人 都有每一個人生活的方式嘛 他在那邊有市場 我們就是祝福他啦 一般會說 會說沒辦法去大陸 他要放棄大陸的市場 一般都是沒有市場才會這樣說 因為大陸的市場 很大很大 大到幾億人民幣 很多人他才會去 跟著這個風向走 為了賺錢嘛 我們一輩子可能也賺不到幾億人民幣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